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美国的一名女子花了20年的时间养出来的 真是难以想象 那么正是因为人类有了这样的猎奇心理 所以呢催生了一项活动 那就是世界吉尼斯活动 那么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呢 我们就会带大家走进生活大不同 一起来探寻一下 那些让你难以想象的吉尼斯世界记录 你们不知道那个吉尼斯就是从爱尔兰来的 对对 爱尔兰 对爱尔兰 因为我们在爱尔兰我们经常喝酒 我们喜欢在酒吧里 是吗 然后我们 然后我们在酒吧里就很喜欢聊天 他们有一次他们有一个话题是 有两种鸟 然后他们想知道那一个鸟是最快的 然后飞得最快 对飞得最快 然后他们逃了很长时间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他直接觉得我自己要写那个书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电影 不知道大家伙最近有没有看一部新片叫做末日崩塌 那这也是好莱坞制作的一部灾难大片 非常的精彩 那今天呢 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部片子呢 不是好莱坞剧作 但是呢 也能够与它相媲美 那是由韩国制作团队为大家带来的一部叫做摩天楼的灾难片 印象当中呢 我们都觉得韩国人制作的一般都是 欧巴 残难嘿哟 这样的韩剧 小猩猩 那今天让我们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韩版灾难大片 芯片摩天楼故事雏形 来自上世纪70年代 由保罗纽曼主演的火烧摩天楼 这两部电影均讲述了人们在灾难面前最本性的表现 因此摩天楼大有向好莱坞经典致敬的意思 这部韩版的摩天楼中 以圣诞前夜正在飘雪的美景 以及人们幸福的场面作为开篇 随后大楼里某个房间突然发生火情引起爆炸 一切的美好已战然而止 好 今天的节目内容就到这里 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明天的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我们不见不散